你好啊,欢迎来到华语中文 我们都知道,华语中文有三类课程 一是公益课,二是私教课,三是专题课 除此之外,对于新学员还有一个福利 那就是华语的试读课 试读课包括了测评和试读两项内容 两项内容同步进行 通过试读,老师将随机的测评 您在中文的听说读写等方面的能力 作为后续的教学方案实施依据 并为您出具一份可视化的测评报告 在报告当中,您会直观地看到测评数据 和老师给出的教学思路以及学习建议 同时呢,您通过试读 也对老师进行选择和评价 决定是否跟随这位老师进行学习 那么,问题来了 如何预定解免费的试读课呢? 在上课之前,需要明确两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 预约免费试读课的前提 您必须是一位在华语注册的学员 没有在华语上过一对一的课程 也就是说,您一旦预约过华语的一对一课程 就意味着您将不再能够预约免费的试读课 第二个信息呢,您的资料必须如实填写 这样呢,老师才能为您准备精准的试读课内容 接下来呢,我将为您讲解试读课的预约方法 进入华语中文的页面之后 您将看到一个二维码 您需要用微信扫描并关注华语中文的公众号 第一步呢,我们要做的是查找老师 进入华语中文首页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在页面的上方有一行按钮 分别是首页、查找老师、更多内容 以及我的四个窗口按钮 而右上方呢,则会有预约课程的按钮 点击预约课程或者查找老师 都可以进入老师的查找 第二步呢,进入查找老师的页面之后 我们会看到每一位老师的信息 华语中文老师众多 系统每天都会根据学员对老师的好评度 进行自动排名 我们可以根据排名进行逐页查找 也可以通过搜索工具 依据上课时间和自己的喜好 来进行精准查找 如可上课的时间 老师擅长的方向 老师的性别 以及直接输入老师的性能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找到 我们想要的老师了 第三步呢,选定老师之后 我们会看到老师的简介和开放的时间 华语中文把老师的信息全部公开 包括老师的上课时间 擅长的方向 好评度都可以让家长直观的看到 尤其是好评勋章 更让家长直观的感受到 这位老师的能力所在 因为这些勋章呢 全部都是由家长在每节课后 根据旁听的感受 颁发给老师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查看 这位老师的上课时间 每一个时间块 对应半个小时 绿色的时间块呢 是老师开放的 可以上课的时间 灰色的时间块和白色的时间块 则是老师已经被预约的时间 和老师不开放的时间 我们将无法在这些时间 预约到这位老师 在绿色区域呢 选择我们想要上课的时间 选定之后 时间块会由绿色变成红色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点击屏幕右侧的 预约免费试读课 进入页面之后呢 确定我们的课节数量 点击预约课程 这样呢 就完成首节试读课的预约了 上课之前呢 您还会收到公众号 为您发来的上课提醒 那如果喜欢的老师太多 选不过来 不急 老师的头像旁呢 还有一颗小红心 点击小红心 就可以将老师关注起来 方便将来想上这位老师的课时 再次选择 以上呢 就是试读课的预约方法 如果您在预约之后呢 计划有变 无法上课 那么 您可以选择取消课程 取消的方法也很简单 打开网页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学习中心 有我们选择的课节列表 课节列表的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课节性质 如试读课 公寓课等 在课节性质的后方 是一个小三角 点击小三角 就会出现 取消课程的按钮 点击之后 系统会要求我们 输入取消的理由 填好之后 点击取消课程 就可以取消了 需要注意的是 您在上课之前 两个小时之外取消 您的学动 将如数退还到 您的账户当中 而如果在两个小时 之内取消呢 您的学动 将损失单课时 价格的50% 而您如果忘记取消 而没来上课 您的学动 将照常支付给老师 以上呢 就是关于取消课程的方法 和注意事项